新闻开始先来看 台中公园日月湖在去年是发生了四起 民众失足落水的意外 因此为了避免汗事再发生 市府今年在公园内是增设了15只的监视器 总数达到了77只 再加上警方也加强监控与巡逻 落水意外是降了五成 天色昏暗 远近小跑步跟着民众的指引来到日月湖 你起得来吗 一名76岁老翁疑似早起精神恍惚 一不小心就失足落入湖里 被路过的民众发现赶紧通报警方 幸好及时送医目前已无大碍 平日多为高龄长者于园区内活动 观看渔群时也激励规劝物靠近湖边 以免发生危险 上周一名七旬 长者就是因为太靠近湖边观看渔群 因为上的年纪 酒站或酒坐发生头晕 身体不适导是落水 台中公园占地约3万多坪 是许多民众修起散步的好地方 且生态丰富 藏有民众想靠近湖边欣赏渔群 但一不小心重心不稳就会跌入湖中 酿成意外 去年警方就接获4起案件 因此市府在增加15支监视器 总数达到77支 意外事故也减少5成 那边常常会有出事情 所以警方这样做事很正确 也有一种保护 如果越监的人要在这里游行的话 比较有安全感 加强监视设备防范意外不断上演 不仅将画面连接到派出所监控 远警也会加强巡逻 守护市民安全 民众来公园散步时 若是在夜间或是清晨 由于园区内叫昏暗 在观赏渔群时 不要太靠近 且公园都有告示牌 禁止喂食 若违反者将以台中市公园 及行道处管理条例第13条处罚 警方提醒 欣赏湖暗风光的同时 也要注意自身安全 以免落入湖中酿成意外伤害